Big Bang来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云嘎 欢迎嘎子哥再再再再次来到我们的专访 别误会特特军没有口吃 只是因为看了阿云嘎在超级企鹅联盟中的表现 惊喜又震撼 会唱歌又会打篮球的男人简直光芒四射 下来节目来到专访 篮球怪阿云嘎背后的故事也就安排上了 接下来请欣赏嘎子哥个人脱口线 怕疼怕壮怕热想回家 您的好友委屈小嘎已上线 但怎么我突然就笑出了声 大概是因为嘎子哥一开场 就奠定了让人控制不住嘴角上扬的基调吧 大概嘎子哥曾经在某个夸夸群里进修过吧 限定词已经限制不住他的日常赞美用词了 就像打了几场篮球赛就控制不住自己可爱本质一样 参加完体育活动前来求心疼求安慰的嘎子哥也上线了 撞死我了都 他是真撞啊 他是跑过来坑一下把你撞飞了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是新的事情 训练和比赛或者什么 比赛的时候你看诚哥 被撞开了 撞开了之后呢 他又去医院缝 缝完了直接又打比赛 我觉得这个 他蛮让我震撼的 如果我要缝完了我就不打了 对 万一再磕一下给你开了呢 怕疼 不光怕壮怕疼怕缝针 嘎子哥在节目里还经常又晕又懵 懵四个人 太委屈 太委屈 而阿勇嘎这样子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 原来是一出单纯男孩被好友哄骗的大戏 阿勇嘎在线对大龙马家骗他来参赛了解一下 不过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嘎子哥一站上赛场那绝不退缩的拼劲 我们也是勇目共赌单 为什么认真伤痛但依然要坚持 嘎子哥表示这是曾经当兵练就的意志力 你打篮球的时候你膝盖疼 是一个你 你战场上你 我不行了我往回跑 那是逃兵 绝不允许 所以那个时候就小时候就灌输这样的 一种 一种正的一种能量 诉完了苦告完了壮 传达了正能量 还顺带过了一把唱歌译 嘎子哥化身高地 评价造型板块也安排上了 大家关心的沙漠裤子和冰叫毛衣之谜 即将一一解开 这个就是属于 就比较乱糟糟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造型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拍摄当天 褲子不太好 褲子是拿胶沾的 这时候已经裂了 英雄 所以当天的很多造型其实都是已经裂了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猜什么猜 这桩案子案发时就已经夸了 一想到这么帅气的照片 拍的时候竟然是那个样子 嘎子哥你这么萌可怎么好哟 这一张照片啊 就是让我很难忘 为什么难忘呢 我穿的是 高领羊毛衫 还有外面这个西装也是羊绒的 就非常漂亮 冬天都得热似那种的 那么我30多度的成都 我穿的是这件衣服 因为什么呢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活动呢 听说是一个酒的活动 是在冰窖里 那冰窖我一听啊 那肯定很冷 我说必须给我弄厚的衣服 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去了 我没看见冰 我就看见一个 我们当时那个启动仪式的那个字 就那么点冰 我说这哪是冰窖啊 我就去了给我热的呀 所以那天就差点热死我 我差点熟了 哎呀妈呀 嘎子哥你真是个宝藏男孩 所以说节目中的嘎子哥 我们是要追到 专房里的嘎子哥 我们更是对你爱不玩呀